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书时光 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爸妈吃米古丸 总是幻想通过古丸一夜抱负 有人找上门 说价值至少一个亿的瓷器原青花 现在只卖一千万 我扫了一眼 发现是假货 劝父母买另一个破烂石头 弟弟却说 我是见不得他们好 想要私底下偷偷买 一人独占 爸妈毫不犹豫 相信了弟弟的话 咒骂我 毒打我 说我自私贪婪 没本事装什么大尾巴郎 最后 他们倾家荡产 买下了一千万的假货 并报名参加健保大会 迫不及待地向世人炫耀 而我买下了那块 被他们认为是破烂的石头 也报名了健保大会 他们并不知道 我现在是国家一级健保师 这玩意最少值一个亿 如果不是我急用钱 我绝对不会只卖你一千万的 保真吗 爸爸神情犹豫 虽然一千万很多 但倾家荡产 勉强能够买下 如果是真品 那简直就是大赚特赚 直接一夜报复 从此吃香的喝辣的 一辈子潇洒快活 但如果是假的 整个家庭也将万劫不复 爸爸 赶紧买了吧 郭叔都给咱带来多少宝贝了 哪件不是真的 这件原青花 可是顶级藏品啊 全世界都没几件 买了之后 咱们要是拿去拍卖 岂不是直接财富自由了 弟弟催促道 不能买 这件原青花是假的 我出生制止 所有人的目光落在我身上 就在刚刚 我在旁边扫了一眼 看出来 这件所谓的顶级原青花 就是个假货 充其量算高仿 价值不超过五位数 你谁呀 张口就说是假的 我看你连这件宝贝 是什么都认不出 信口雌黄 一派胡言 你们到底买不买 不买 我找别人去了 我可告诉你们 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如果不是看在药祖的面子上 我绝对不会给你们这个机会的 药祖是我弟弟 这个郭叔也是他找来的 据弟弟介绍 郭叔是全世界文明的古玩收藏家 他前几次低价 卖了几件真古玩 让爸妈赚了不少 可身为国家一级健保师的 我早就见惯了这种拙劣的手段 这明显就是在做局 先用真的让你尝到甜头 最后拿个假的出来 直接把你骗的裤衩子都不剩 我上前一步 冷笑一声 如果我没看错 这件原青花上面绘制的场景 是历史上著名的萧和月下追寒信 迄今为止 全世界总共只发现了三件这样的瓷器 是当之无愧的顶级质宝 您说 它至少值一个亿 我看您是根本不懂它的价值 就拿最近的一次拍卖记录来说 它以七亿左右的价格被拍下 远超您说的一亿 您现在的意思是 价值好几个亿的顶级藏品您不要 反而骨折价卖给我们 难道您是对钱不感兴趣 准备出家了 而且据我所知 原青花之所以珍贵 不仅是因为数量稀少 更是因为它的用料 是极其珍贵的苏麻梨清料 您自己看看 这上面哪有半点苏麻梨清料的特点 我倒是看到了 很多现代的科技与狠活 郭叔被我说得面色轻一阵白一阵 差点站不稳 他颤颤巍巍地伸手指向我 你你以为你是谁呀 你就是什么也不懂的黄毛大丫头 竟然敢质疑我 我告诉你 这件是我祖上传下来的宝贝 博物馆一件我一件 好 既然这么大的便宜你们不占 我卖给别人去告辞 他冷哼一声收拾东西准备离开 等一下 圆青花不要 但我们要别的 我转头对爸爸说道 这件圆青花绝对是假的 但是它旁边那块石头 我觉得可以买下来 有可能会是宝贝 虽然圆青花是假的 但郭叔带来的其他东西中 一块石头吸引了我的注意 它表面看上去非常一般 甚至可以说和普通石头没有任何区别 但根据我多年的经验 这块石头很大概率是一块价值不菲的翡翠原石 这才是真正可以简陋的宝贝 可我没想到 爸爸面色阴沉 直接上来给了我一巴掌 我们大男人说话 你个什么都不懂的女人 插什么嘴 丢不丢人 还让我买这么一块破烂石头 我看你是疯了吧 我告诉你 就算免费送我 我都不要 没本事的人 别在我面前装大尾巴狼 就是 一个刚从乡下回来的土鳖 也敢对我们指手画脚 我看你就是动了歪心思 想要自己私底下偷偷买回来 一人独吞 想独占就算了 居然还让我们买块破石头 你可真要脸啊 果然 乡下人就是这么贪婪自私 赶紧滚原点 弟弟也一脸讥讽地说道 当时就不应该把你接回来 让你在乡下饿死算了 真是一点都不如药祖听话懂事 这几个亿的大生意 你个女人配插嘴吗 生了你 真是倒了我八辈子的美 妈妈一把扯过我的胳膊 将我甩开 我整个人摔在地上 额头磕到桌角 出了血 强烈的痛感 让我眼前一黑 在地上缓了好久 才清醒过来 当我抬头时 所有人冷冷地看着我 没有一丝关心 此刻 我终于明白 外婆去世之后 我再也没有家了 我知道你还在弃我们不管你 还在嫉妒你弟弟从小能在我们身边 但现在我们都把你接回来了 你还要怎样 还不满足 做人要知足 多体谅一下我们父母的不容易 你弟弟小时候身体弱 我们多关心 他一点怎么了 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 皮糙肉厚的 妈妈冰冷的声音 打断了我的思绪 是 你们最不容易了 不容易到 哪怕我大学毕业了 你们还以为 我一直待在乡下 更不知道 我学了考古专业 现在是国家最年轻的 一级健保师 我想如果不是外婆在去世前承诺把房产给你们 你们压根不会管我的死活 既然这样 你们爱咋咋地 妈妈你说得对 我确实是还在生气 是故意站出来不让你们赚大钱的 但现在我知道错了 你们买吧 听到我的话 妈妈如释重负 立刻换了一种语气 哎呀 不愧是我的乖女儿 虽然身上有很多乡下的陋习 但我相信 经过我的教导 你一定能成为一名合格的贤妻良母 今天就罚 你把家里的所有家务活都干了吧 我点了点头 不再反对 没了我的阻拦 一切水到渠成 在弟弟热情的撮合下 爸爸非常爽快地 抵押了名下所有资产 郭叔拿到钱 瞬间喜笑颜开 并很贴心地允许爸妈 在原青花拍卖之前 都可以继续住在这套 被抵押的房子里 我抓住时机问 郭叔可不可以把那块石头卖我 他一脸鄙夷地说 臭丫头 刚刚那嚣张劲去哪了 本来这破石头送你都行 但现在我反悔了 一万 爱要不要 这么贵 但我确实喜欢 只能忍痛买了 我装作心疼地付了款 心里却早已乐开了花 我刚刚仔细观察了一圈 更加肯定 这块石头就是翡翠原石 而且品质绝不低 不要说一万 就算是十万 我都愿意买下 爸爸用看神经病的眼神 扫了我一眼 真是个疯子 我现在真后悔 把你接回来 妈妈出来打圆场 你怎么能这么说 咱们的好女儿 她只是脑子有问题 身体好得很呢 你看这地 她扫得多干净 我不准你批评她 说得好像很心疼我似的 不就是害怕我一气之下不干活了吗 我心中冷笑 面上却是一脸单纯 妈妈 弟弟身体应该比我好吧 为什么他不用做家务 妈妈脸色瞬间黑了 指着我的鼻子 骂道 他和你不一样 他是男人 需要赚钱养家 很辛苦 你能不能多体谅他一点 他那么金贵的身体 怎么能做家务这种低级活 真不知道这种问题 你是怎么好意思问出来的 刚刚还夸你 现在你又给我发神经 我呕了一声 面无表情地回到房间 心中 对于这个家的最后一丝念想 彻底破碎 爸妈 我报名健保大会了 咱们一定要让全国人民 好好看看咱家的宝贝 到时候也好拍卖更多的钱 屋外传来弟弟兴奋的声音 好 干得好 还是要组聪明 不像屋里那个女人 整天就知道混吃等死 她怎么好意思的 如果不是她 还指点彩礼钱 我才不会让她在咱们家待这么久 我早就想赶她走了 房间内 我把玩着刚买的石头 压根不在乎他们讥讽的声音 就在刚刚 我也报名参加了健保大会 既然你们这么喜欢炫耀 那就让全国人民好好看看 究竟谁手里的才是真正的宝贝 买下高仿圆青花后 爸妈一贫如洗 即使这样 他们依旧非常阔气地在五星级酒店举办庆宫宴 邀请整个家族的人和他们一起庆祝 逃到了顶级原青化 当然 这里面没有我 我是从朋友圈知道这件事的 看到的时候 我没什么感觉 过年都是被丢下一个人过 更不用说一次家庭聚餐了 爸爸在朋友圈里发了很多照片和视频 有的是他红着脸和别人喝酒 有的是他很亲切地逗别人家的小孩 有的是他在饭桌上高谈轮廓 分享自己优秀的教育理念 看上去就像一个仁慈的长辈 可我没心情关注这些 我看到了一张被他特意摆在中间的三人合照 这张照片格外地刺眼 弟弟举着那件高仿圆青花 爸爸妈妈将它围在中间 比了一个爱心 下面配文 这次终于没有外人打扰了 一家三口整整齐齐的 真好 照片下面有很多条评论 大多都是点赞 真棒 生儿子就是有福气 只有极少数的人询问弟弟手里捧的东西 是不是真的圆青花 我看了一眼 关上了手机 此刻的我很忙 我正在帮国内最大的拍卖行 鉴定一件极其珍贵的古董 如果是真的 价值将达到九位数 就在我全神贯注鉴定时 手机却震动个不停 我接起电话 那头传来爸爸的咆哮声 你他妈的死哪去了 老子给你打那么多电话不接 再有下次信不信我揍死你 现在赶紧给我转钱 我这边吃饭急用 我本来还好奇 明明饭都快吃不上了 爸妈居然还有闲钱 请整个家族的人吃饭 还是在五星级酒店 原来是打算盘打到我身上了 应该是那天买石头付款过于爽快 让他们惦记上了我 放在以前 我还真可能傻傻地付款 但现在吗 他没钱关我屁事 吃饭的时候不记得我 现在要付钱的时候想起我了 对不起爸爸 我可没钱给你 就算有 我也不可能给你 你们一家三口 没钱装什么逼 电话那头的沉默只有一瞬 紧接而来的是 更加愤怒的咆哮 当时我怎么就没把你丢得 更远一点呢 偏偏让你外婆给找到了 让你活下来 真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错误 我告诉你 今天这钱 你有也得给 没有也得给 咱们村里那个老秃头 今年六十 还没娶妻 我已经和他说好了 彩礼五十万 明天就上门迎亲 你给我老老实实在家待着 哪都不准去 我告诉你 就你这种垃圾 他配你绰绰有余 我懒得搭理 直接挂断电话 外加拉黑 完成手头上的工作后 我收拾好东西 离开了这个家 曾经的我 对爸妈抱有幻想 试图从他们身上 找到久违的亲情 但事实证明 我想多了 我搬进了一套 我早就买好的别墅 以我现在的薪水 再买几套这种别墅 依旧轻轻松松 可爸妈不知道 他们从不关心我 也不会过问我的近况 他们眼里 只有弟弟 他们对我 只剩下无尽的数落和打骂 直到现在 他们还一直以为 我刚离开乡下 干的不过是扫厕所的工作 我将别墅简单打扫了一番 然后躺在床上休息 看了一眼日期 很快就到参加 健保大会的日子了 等到那天 我一定要让全国观众 好好看一下 我爸妈的嘴脸 不得不说 别墅的床舒服多了 我躺了一会 就沉沉睡去 第二天早上 我被手机铃声吵醒 是妈妈打的电话 她催我回家 乖女儿 你别耍小兴子了 你爸爸都气疯了 到处乱砸东西 你赶紧回来 把昨天酒席的钱挤付了 然后老老实实 嫁给咱村里的老秃头 只要你听话 按照我说的做 我和爸爸 一定会原谅你的 原谅我 你们还真好意思说出口 好的 我亲爱的妈妈 我应了一声 反手拔出电话 卡掰成两半 扔进了马桶 随着我按下按钮 咕噜一声后 电话卡彻底消失在我眼前 我也感觉身体一阵轻松 果然 离开那些给你带来负面情绪的人 你的人生就会轻松不少 做完这一切 我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时间一天天过去 我也没再被爸妈骚扰过 准确来说 他们就是想骚扰 也压根找不到我 我早就把所有联系方式都拉黑了 只跟几个曾经对我表达过善意的亲戚 还保持联系 也正是从这些亲戚的口中 我得知了爸妈的近况 原来那天请客吃饭 他们没钱结账 差点就被酒店的保镖揍了 结果在那种情况下 爸爸和弟弟还坚持说 自己是男人 要有志气 绝不可能低下头和别人借钱 然后两人转头就逼妈妈去借钱 妈妈没有办法 只能低声下气地挨个找宾客借钱 不少宾客当场就痛骂妈妈 没钱请什么客 真是又菜又爱装 直接把妈妈气哭了 但哭了也没用 她还是得硬着头皮去借 结果钱没借多少 被骂的次数却越来越多 爸爸和弟弟从始至终都站在不远处 冷冷地看着这一幕 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 最后还是几位好心亲戚 实在看不下去帮了一把 这才解决了这场危机 听到妈妈的遭遇 我内心没有丝毫同情 她自己选的路 能怪谁 而且我一点也不怀疑 如果我在场 被他们逼迫去借钱的人 只会是我 与他们面临没钱吃饭的窘境不同 我离开他们以后 生活水平简直是突飞猛进 以前为了融入他们 我只吃剩菜剩饭 现在天天龙虾鲍鱼 帝王蟹海参 炖炖大鱼大肉 吃饱了还不用干活 有五六个阿姨负责清洁 这样的日子 简直就是享受 本以为在健保大会之前 我不会再见到爸妈 可没想到 他们居然上了新闻 面对记者的采访 妈妈哭红了双眼 乖女儿 爸爸妈妈知道错了 你快回来吧 就按你说的 这个价值几亿的原青 花白送给你 我们绝对不会和你抢的 一旁的弟弟也捂住脸 语气悲伤 是啊姐姐 你快回来吧 我真的很想你 我不和你争了 只要你回来 房子车子都是你的 爸爸擦了擦眼泪 各位请记住 我的女儿叫李不然 希望认识她的朋友 能够联系我 向我提供她的近况 我们真的很想她 谢谢大家 采访结束后 我都忍不住为他们鼓掌 就这演技 奥斯卡影帝也自愧不如啊 不仅如此 就连他们的感人发言 也堪称艺术 即透露了 他们有价值几亿的原青花 方便给他们 接下来参加健保大会引流 又顺带给他们 立了一个 慈父慈母慈弟弟的人设 唯独我被塑造成了一个 唯利是图的恶毒女儿 果不其然 几天后 爸妈就创建了一个短视频账号 名字为 最爱女儿的一家人 随后他们发布视频 宣布过几天 就要去参加健保大会 希望各位能多多支持 短短一天时间 这条视频的点赞量 就超过百万 账号粉丝量 也暴增几十万 而我的名字 也在同一时刻 登上热搜榜第一 只是多了几个前缀 白眼狼 贪财 自私代言人李不染 接下来的热搜词条 依旧被我的名字占据 只是内容更加的粗暴 最显眼的一条就是 李不染这个垃圾 怎么还不去死 我随手点开一个视频 底下的评论 到处都是对我的谩骂 李贪财绝对是我这辈子 见过最恶心的人 爸妈含辛如苦把他养大 他却因为不给钱 就离家出走 这人眼里还有亲情存在吗 他是人吗 他简直就是 吃人不吐骨头的周八皮 你没听人爸妈说 这女的逼他们把价值 几个亿的原青 花白送给他 不送就离家威胁 不是几百几千几万 甚至不是几十万 是几个亿呀 这女的绝对疯了 大家听我分析 这女的就是上桌吃饭导致的 而她十天半个月的 就飘不起来了 一人血书支持楼上 现在是二人血书 我浏览着一条条 对我极尽侮辱的评论 内心平静 我知道 事实胜于雄辩 假的真不了 真的假不了 一切都会在健保大会那天 真相大白 很快 参加健保大会的日子到了 我带着那块破烂石头 进入现场 很不巧 迎面撞上的 就是许久未见的爸妈几人 爸爸也看见了我 就要冲上来揍我 旁边的妈妈赶紧拉住了她 示意旁边有很多摄像机 她这才收回了手 然后故意很大声音说道 女儿 你终于来找我们了 我好想你啊 快过来让我抱抱 爸爸的声音 很快引起了现场观众的注意 毕竟他现在是网络红人 不少人都认识他 而听到他对我的称呼后 请客间 我感觉有无数道不善的目光 落在我身上 我旁边的人 更是咒骂一声 真他妈晦气 我怎么站在这种人旁边 随后他嫌弃地远离了我 我望向爸妈 内心毫无波澜 我今天来 这和你们无关 我是来健保的 健保 就你那块破石头 哈哈哈哈 笑死我了 这么久没见 你还是一如既往的美脑子啊 爸爸和弟弟笑得前腐后痒 妈妈在努力憋笑 我淡定地看着这一幕 很快 你们就笑不出来了 健保大会正式开始 一位又一位选手 带着自己珍藏的宝贝走上舞台 一番介绍之后 就开始接受几位健保专家的鉴定 成功的人大声欢呼 失败的人痛哭流涕 毕竟为了这个宝贝 他们很可能赌上了一切 一旦被鉴定为假 他们后半生也将彻底完蛋 不过此时相对于舞台上的健保 我的出现似乎更能引起观众的兴趣 听说了吗 刚刚在后台 李滩才出现了 据说是来健保的 压根不关心他的爸妈 果然是先天白眼狼圣体 健保 你可别瞎说了 我这有内幕消息 他根本就不是来健保的 你们知道他带来的宝贝是什么吗 就一块破石头 我看他就是故意过来 想抢他爸妈的原青花 也许真相更劲爆一些 我刚刚特意去问了后台的朋友 他说他们在后台已经完全笑疯了 李滩才居然真的把一块破石头 荡成宝贝拿来鉴定 大家都猜测 他八成是想前想到神志不清了 接下来要登场的就是无数人期待 在健保大会前超过99%人 投票选为本次健保大会顶级藏品的原青花 主持人一句话 现场鸦雀无声 紧接着爆发出惊人的掌声 他们要等的就是这件宝贝 原青花本就世间罕见 价值其高 再加上前段时间爸妈的炒作 无数人都想一读顶级藏品的风采 万众瞩目下 爸妈和弟弟捧着原青花出现在众人面前 爸爸扫视了一眼现场 坐无虚席 脸上的笑意再也遮掩不住 我远远地看着这一幕明白他心里在想些什么 关注这件原青花的人越多到时候拍卖的价格就会越高 他就能赚得越多 只可惜这件原青花是假的 爸爸你怕是要失望了 各位观众各位老师相信大家都已经提前了解过这件藏品的珍贵程度 我就不多做介绍了 请几位老师直接开始鉴定吧 弟弟按照吩咐 将原青花捧到了几位鉴定专家面前 放下原青花后 他神情傲然地扫视了现场一圈 仿佛自己现在是人上人 爸爸妈妈也在不远处激动地搓着手 只要结果一宣布 他们立刻就拿去拍卖 有了钱以后天高热鸟飞世界这么大 他们想去看看 几位鉴定老师自然是听说了这次大会出现了一件顶级原青花 这等藏品就算是他们也没见过几次 他们当即戴好手套 拿起放大镜 打起了十二分精神仔细鉴定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现场气氛逐渐压抑 终于观众们憋不住了 这次鉴定怎么这么慢 都过去十分钟了 我记得前面几个都很快呀 就算是千万级藏品也只花了几分钟吧 你也知道那是千万级藏品 现在这个可是一级藏品 还是大几亿 花费更多的时间不是很正常吗 你不懂就不要乱评价 可是我觉得那几位鉴定老师的神情不像是看到真品呢 他们一个个都皱着眉 不是只有看到假货才会这样吗 观众席众说纷纭 我却很清楚这几位老师为什么鉴定得这么慢 这件高仿原青花上面用了最新的国外科技 现在国内还没流行 他们一时之间分辨不出 也很正常 是时候该我出场了 我抱起石头 很快出现在了舞台中央 你这个鉴 嗨嗨 乖女儿 你怎么突然过来了 是想爸爸妈妈了吗 爸爸刚想骂出口 突然意识到现在是直播 全国观众正在电视机前看着他 他只能强行将嘴里的话挤回去 我没搭理他 竟直朝着几位鉴宝专家走去 见我突然出现 观众席立刻炸开了锅 这人就是李贪才 长得就尖嘴猴腮 一脸贪才像 看到就想吐 哦 他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舞台中央的 主持人呢 安保呢 有没有人出来管管 不要让这疯子影响了我的心情 我的天 难道被我猜中了 他想当着全国观众的面 抢走原青花 如果他真这么做 我只能说他绝对是想前想疯了 在众人的讥讽声中 我走到了其中一位健保老师面前 江老师 好久不见啊 江老师是我大学导师的好友 在一些考古活动上 我们见过 你你是冉冉 你回国了 江老师眯起了眼 确认我的身份后 高兴地握住了我的手 是的 回国有一段时间了 当初我大学毕业 听从导师安排在国外工作 可在此期间突然收到了外婆病重的噩耗 我赶紧推了工作赶回国 不久后 外婆去世了 我被送到了爸妈家 她就是李不然 我们国家最年轻的一级健保师 真是年轻有为啊 其余几位老师也笑着凑了上来 我挨个问好 都是前辈 当然要尊重 看着我们熟络的样子 现场其余人全部猛了 这什么情况 她确定是那个被 骂上热搜的李不然吗 各位老师 我们先办正事 我将如何判断国外科技的方法 和几位老师说了 他们也迅速学会 江老师拿起话筒 对着爸妈说道 很遗憾地告诉二位 你们的原青花 是假货 毫无争议的假货 此话一出 全场哗然 妈妈直接贪坐在地 弟弟也整个人向后倒去 不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这件原青花 怎么会是假的 老师 您再仔细看看 万一您看错了呢 爸爸疯狂摇头 不敢相信这个结果 你是在质疑我们的权威 将老师皱起眉头 神情不悦 呵呵 谁知道你们是不是和李不染 达成了什么交易 刚刚你们看了那么久 都没得出结果 偏偏它一出现 你们就直接判定 我的原青花是假货 你要说你们之间没猫腻谁信啊 爸爸眼珠子一转 像是确定了什么 立刻大声质问 观众席也传来质疑 我觉得他爸爸说得对 换我我也怀疑 这女的没出现 前你们分辨不出真假 她一出现 你们就立刻说是假的 你们之间没什么问题 我绝对不信 我支持楼上说的 建议严查 我怀疑这女的和这些专家 有不正当关系 以礼不染的人品 她就是会做这种龌龊事情的人 你们还看不出来吗 这一切都是他们演的一场戏 受害者就是李不染的爸爸妈妈 李不染串通几位专家 故意说东西是假的 然后就可以私底下拿去卖掉大赚一笔 这几个专家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一定要给我严查 观众席上的咒骂声越来越大 甚至不少观众直接朝着将老师的位置丢水平 爸爸看到这一幕 嘴角的笑意愈发浓厚 乖女儿 爸爸都说了 如果你愿意回家 爸爸可以直接送你原青花 但是你为什么非得要用这样的方式呢 爸爸现在很生气 这原青花不可能给你了 好 我支持爸爸 总算是扬眉吐气了 之前总觉得你们太溺爱这个白眼狼 现在这话太对我胃口了 就是我早说了 这种贪财女就是惯的 坚决不让她上桌吃饭 打击白眼狼女 我被人人有责 观众席传来铺天盖地的骂声 将老师举起了话筒 你们想知道凭什么 好 我告诉你们 就凭她李不染 是我们国家最年轻的一级健保师 将老师的声音浩浩荡荡地传遍整个现场 所有人闭嘴了 他们四目相对 眼里满是震惊 在场的人 基本都对健保这一行有所了解 自然知道国家一级健保师的含金量 而且这种事情 是绝不可能造假的 因为一查就查到了 我查到了 是真的 照片一模一样 观众席上 突然有人喊了一声 所有人心神一震 脑海中不约而同地冒出一个想法 难道这原青花真是假的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你就一个刚从乡下回来的土鳖 怎么可能是国家的一级健保师 这是你一辈子都达不到的高度 弟弟不知什么时候从地上爬起 指着我鼻子怒骂道 我没有理会 而是拿出了那块从始至终 被它们视为破烂的石头 我吩咐助理拿来专业器具 现场操作切割 他这是在做什么 我怎么看不懂 你没见识 当然看不懂 他这是在切割石头 等一下 不对 那不是石头 那是翡翠原石 何止是翡翠原石 天哪 那个纯度 难道 随着我的操作 石头被层层抽丝剥茧 内部的结构展露在众人面前 现场诡异地持续了一分钟的寂静 一分钟后 观众席直接炸了 我的天哪 我看到了什么 妈妈呀 好大的翡翠乌乌 这得值多少钱啊 这翡翠大不大还是次要的 你们看它的纯度 天哪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纯的翡翠 今天真长见识了 这才是这次健保大会真正的顶级藏品啊 根据我的判断 这石头应该是玻璃种紫罗兰翡翠原石 知道什么概念吗 世界上最贵的翡翠就是这个类型的 价值六个亿 这块虽然小了一些 但里面保存完好 几乎没有什么列文 最少也值几个亿 听到估价 几乎所有观众都瞪大了双眼 这种宝贝可能一辈子只有一次见到的机会 他们都想抓紧时间多看几眼 我相信了 我彻底相信了 李不染小姐姐绝对是有硬实力的人 她这样的实力 怎么可能需要靠拿爸妈的钱养活呀 她随随便便一出手 都不知道能赚多少 哟 现在开始喊人家小姐姐了 前面就你骂得最凶 真是墙头草 你们都一样 不像我 从来没骂过 李不染小姐姐 你却对象吗 我还有没有机会啊 舞台中央 我放下了手中的仪器 冷眼看向弟弟 现在呢 还有问题吗 怎么可能 那明明就是一块破石头 现在去 弟弟咽了口口水 他很想继续讥讽我 可那翡翠闪的他眼瞎 哈哈哈哈 乖女儿 爸爸就知道你是会演石珠 选这块石头 一定有什么独到的见解 事实果真如此 你太棒了 让爸爸抱抱 爸爸张开怀抱 热情地凑了上来 你不在的日子里 妈妈也好 想你宝贝 来 妈妈也抱抱 妈妈打小就觉得 你长大必成才 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我现在真是太自豪了 妈妈也张开了怀抱 一脸笑容地走上前 我看着两人虚伪的样子只感觉一阵反胃 我后退几步 冷笑一声 不准备把我嫁给村里六十岁的老秃头了 此话一出 全场震惊 爸爸妈妈脸色一黑 赶紧解释 乖女儿 现在可是全国直播 你千万不要乱说话 你也知道 不管怎样 你都是我们的女儿 这话听上去是在关心 实则却是赤裸裸地威胁 然而 真不好意思啊 爸爸妈妈 我一点都不怕呢 我从兜里拿出手机 对着话筒播放了一段录音 老公 你真的要养那个乡下土鳖吗 这要是让药祖知道 他心里肯定会不开心的 怎么可能 我才没那么傻 如果不是他外婆临死前 答应把房子给我 我绝对不会管 那个土鳖 他就算饿死在我面前 我都懒得瞧他一眼 不过呢 咱换个角度想 反正从小都是他外婆养 我们没花什么钱 现在他也大了 正好可以卖给村里的老秃头 赚一笔彩礼钱 岂不是美滋滋 嘿嘿 老公你真是太聪明了 幸好当年你没把这土鳖弄死 否则我们也赚不到他的彩礼钱 录音戛然而止 现场气氛诡异的可怕 但很快 数不清的观众 举起瓶子 朝着爸妈几人砸去 我去你妈的 三个畜生 居然敢欺骗我们的感情 气死我了呀呀 你们就该下地狱 万劫不复 李不然姐姐 我错怪你了 呜呜呜 对不起 我不求你原谅我 我帮你狠狠地批判这三个恶人 你们还要继续装下去吗 我面色平静地问道 我真后悔 当年没有直接杀了你 爸爸不再伪装 面目猙獰地对我怒吼道 突然 他朝我冲来 不过我早有准备 在他靠近我的一瞬间 拿出了一根电击棒 再然后他就倒在了地上 昏睡过去 之后警察来了 带走了弟弟和爸爸 弟弟因为伙同别人 伪造古丸并贩卖 涉嫌诈骗罪 而且不止一起 被带走的时候 他口中不断呢喃 他骗我 他明明说 没人能发现这件是假货的 原来他从一开始 就知道原青花是假货 原来他的目标一直都是爸妈口袋里的钱 爸爸则是因为涉嫌故意杀人罪被带走 至于妈妈 他跪在地上不断地求我帮帮他 说我能不能看在他一个人不容易的份上 把爸爸和弟弟救出来 哪怕到现在 他想的还是他不容易 从来不会想 从小没见过爸妈的我是如何一步一步长大的 我笑着回答 爱莫能助 当晚 我通过健保大会宣布几天后将拍卖这块翡翠原石 且最后获得的收益全部捐给农村留守儿童 我不缺钱 但我知道有很多人缺钱 在我有能力的情况下 我想帮助更多和我有相同遭遇的孩子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次拍卖带有公益性质 这场拍卖会最后的成交价竟然高达惊人的五亿 远远超过预估价两亿 那晚 我的名字又霸榜了热搜 但这次 大家都在夸我 后来 我成立了基金会 专门帮助那些农村留守儿童实现梦想 再后来 听亲戚说 爸爸被判了死刑 弟弟无期 妈妈听到这个审判结果当场疯了 直接一头撞在了门柱上 断了气 听到这个消息时 我的内心并没有太大的波动 他们与我 早已没有任何瓜葛 我的人生 才刚刚开始